美国再过两天就要举行总统选举 那然而当地的疫情飙升的速度 只能够以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来形容 今天美国新增将近9万宗确诊 这相等于不到一秒钟就有一个新病例 那目前美国累计病例已经突破了900万宗 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计算 美国确诊病例从800万增加到900万 只需要14天 这也创下了美国新增100万宗病例 最快的时间记录 那美国疫情之所以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长 其中一部分呢 有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有关 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发现 6月到9月之间 那特朗普不断前往各州进行了18场竞选集会 结果导致新增3万多宗的病例 有700多人甚至可能因此丧命 那这些死者并不一定是集会的参与者 而是被确诊的参与者传染而死亡的 因此研究这份论文的作者就认为 特朗普大搞竞选集会 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不过把拼连任看得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特朗普 他早前甚至公开承诺将会在选举前三天 一口气要举行14场的集会 那眼看疫情是越来越严重 特朗普因为疫情找出了奇奇怪怪的理由 在竞选集会上使出甩锅的本色 这次他把责任怪在了医护人员的身上 特朗普说如果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那么医生就可以趁机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医护人员他们篡改数据 才让美国的疫情看起来很严重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两天后迎来最终战 总统特朗普是抓紧机会将形成排得满满满 而前天在密歇根州出席造势活动时 特朗普还是不改本色 当着支持者面前为美国新冠肺炎数据创新高 给出一个新理由 他强调那是医护人员为了赚更多钱而篡改数据 而来到昨天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出席进学活动时 除了获得支持者的热烈欢迎 那在演讲中 他竟然还和支持者表示 新冠肺炎康复率已经高达99.7% 因为我们的忍耐努力 现在的新冠肺炎数据 新冠肺炎或新冠肺炎 或新冠肺炎 是99.7% 谢谢大家 99.7% 美国疫情如今似乎看不到尽头 那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报道就特别指出 美国几个月前的疫情还只是在一些地区有爆发的迹象 但是最近美国有45周的确诊病例是持续增加 这显示啊 疫情已经扩散到了美国的各个角落 那如今不少的媒体都认为 美国疫情非常严重 已经进入了第三波 不过CNBC报道引述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的说法 他就认为 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度过第一波疫情 那大家每次说的第二波还是第三波疫情 其实只不过是第一波疫情的余波而已 那最近这个病例不断激增 也只不过是再次浮出水面而已 换句话说 美国的疫情从来没有真正消退过 福奇也表示 目前美国每天新增病例的数字高到令人无法接受 那随着北半球的气温降低 福奇也警告美国民众 冬季来临之后 疫情只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因为寒冷的天气 会让人待在拥挤的室内 可能会加剧病毒的传播 他警告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里头 美国民众的处境将会变得非常危险